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喀舍地区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喀舍的发展归根到底要靠喀舍的人民 归根到底要靠今天在操场上站着的小朋友们 你们长大了 是喀舍的主人 你们长大了 是南疆的主人 你们长大了 是中国的主人 你们长大了 是世界的主人 祝贺你们 三十年前 四年前 我的一个表弟和弟媳妇 他们在新疆工作 一个在乌鲁木齐 一个在喀舍 他们夫妻两个人都在新疆 但是两个人要相会 走一趟一个礼拜 再回来一趟一个礼拜 请半个月假 只有两天在一起 但是全身要掉一层皮 那时候喀舍地区和外面的交往 有多么的困难 现在你们的眼界放大了 你们跟全世界 全中国的联系扩大了 现在到处都来支援你们 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 所以连香港的朋友 香港的同胞也过来了 我们这一次一共在香港 亚洲农业发展基金 和香港希望自由教育基金的支持底下 中国文化富贫委员会 共同筹集了 共一共七百多万块钱的图书 能够对南疆地区 希望这样的图书 对南疆地区的小朋友 的健康成长 能够起一点作用 我们希望小朋友们喜欢这些书 我们希望小朋友们看到这些书 更喜欢知识 更喜欢学习 眼界更扩大 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需要你们了解 需要你们掌握 还需要你们来创造 希望在你们身上 希望在你们身上 祝你们 跟中国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的香港的同胞 朋友们 知道新疆 很多小朋友都持分看书 现在 新疆的发展也很好 所以我们用 一些中国人的观念来 帮大家打气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 因为我们中国 整个中国人都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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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